對於即將踏入社會工作的大學生而言 接觸學校以外的人事務便是第一步 因此各學校積極安排相關活動 其中社區關懷也是一項 因此促成這次德林科大與文化局的 銀髮導演紀錄片實驗室活動合作 德林科大學務處服務學習組組長鄭佩娟表示 這次參加活動的學生來自不同科系 但對於社會服務都一樣的熱情 我們這次的扮演角色 基本上我們有帶學生去拍攝的部分 另外我們也做獨居老人有幫忙打掃的部分 基本上我是希望學生他們可以運用他們的專業 像我們這次有圓藝系的、有陰藝系的 還有參旅系的 基本上他們可以運用他們的專業 可以做服務學習的部分 另外我希望我們可以跟李明做社區的連結 我們可以善盡我們大學的社會責任 在銀髮導演紀錄片實驗室成果發表會中 有一部影片是銀髮導演正在紀錄 德林科大到獨居長者家中進行訪事 其中有一位學生林逸臣特別引人注意 他非常積極的與長者互動 甚至在成果發表會上被提名表揚 林逸臣表示參加這個活動後 讓他對於長輩總是很嚴肅的想法改觀 在這次活動中我覺得跟平常想像中的不一樣 因為自己平常認為阿公阿嬤就是比較嚴肅 或者是說不好相處 會覺得就是說比較處不來 然後這次活動下來 然後發現其實跟自己想像中的落差蠻大的 因為阿公阿嬤其實都很活潑也很熱情 每次去的話他們就說 欸那個我們的帥哥來了 或是說我們的同學來了 然後都會記得我們叫什麼名字 林逸臣提到 因為參與銀髮導演紀錄片實驗室 對他的感觸良多 因此在未來若有機會 還想參加此類活動 土城區清化裡 離狀袁慧如更說道 林逸臣在社會服務這塊非常認真 甚至曾自己到獨居長者家外進行清掃 若不是袁慧如剛好經過 都不知道林逸臣對獨居長輩付出了這麼多 記者林逸彤新北採訪報導